好了 那我们顺便去看一下 20 因为没有疫情的时候 没有疫情的时候 大概是这一年 2018到2019 它也是成长 好 我们来去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况 纸产品 纸产品 你看它的表现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你看它的电子零组件 就不是第一名了 可以吗 它排第二名 然后机械是原本2021年 这边是第二名 可是那个时候它是第一名 这个是 钢铁的需求 2019年钢铁的需求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 可以吗 请问了不了解 这样子一个分析的主要意义 它可以去说明 在这段期间 好 例如说 重点我们是要看国家 好 使用键 针对这个分析 说明增加的情形 好 我看它针对国家这边的分析 就是拿到现有的资料 它排列出来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四个是什么 第五 好 地区 地区 第六 好了 当时的第五种 第一种 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讲国家 请问你看到了什么 这是我们主要在讲的事 第一组 您看到了什么 请问这张图 刚刚第二组 第三组 不是都报告过了吗 这张图 这张图 有看到其他在这里 请问一下第一组 您看到什么 应该是说2021年从世界各国进来的 主要国家进来的 应该是都普遍性的 对不对 就跟刚刚第二组报告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画出来的图是一样的 听得懂吗 请问一下 自动分析都帮你分析完了 那你要做什么事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意思吗 所以我们人不应该是 只把自己的 做的事情 停留在画这些图 对吧 你应该要想办法提升自己是 解读这些图的意义 您觉得对不对 现在好久都没有选举了 这样听得懂 真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机器都已经帮你画出来图了 我这样就刚好可以得一个验证 这样做是对的 那其实真的你要去 汇格是解读 好了 自动分析 介绍到这边 所以自动分析